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堂堂一个王爷 为什么要去小小制衣铺制衣上 少爷 您说什么呀 没什么 小管家 您先去忙吧 那小人先告退了 表小姐 文宇哥哥 文秀妹妹 找我有事 没什么事 就是来问问哥哥 之前去查方式制衣铺纺制衣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没什么 他们早就不在纺制了 但曾经纺制过是事实吧 他们既然已经不在纺制了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你不愧是想 乔文宇哥哥吓得 说到底 这是苏家的事 关乎的更是整个京城的织绣也 与我一个小女子有何关系 我不会是奉了二叔之命 过来随便问问 既然没有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不要跟你场作对了 你放心 如果他行得正 坐得端 那自然是不用怕的 你去看 好 都不断了 你是哦 你不困了 你不不想到 是哦 你不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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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穷了 也不穷了 你不穷了 不穷了 你不穷了 老师 带你 百姓举报 你们治医部 长期治寿假货 奉府台大人之命 要将这些医务不匹 新衣术没收 动手 干 不要 干什么呀 不要 你们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干 干 干 别动 别动 让开 别动 都搬走啊 走 不得动 不得动 你们再有人反抗 医病带走 走 都别落下 你别放啊 救发 救发 你们被人了 那儿还有 好 好 再来个人 来了 我 我就不 大少爷 这个月的账本给您拿来了 小贵家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喜事 苏氏的喜事 少爷 您可曾记得 前些日子 小人跟您提起过的 那方氏制衣铺 因有人举报 现在官差正在查抄 他们的铺子呢 这个害人警 总算是被人收拾了 方氏被查抄 对啊 方氏公然仿冒造假 扰乱商规 自然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便去衙门里 告了他们一众 真是多行不一臂自毙啊 是你干的 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会出面做这种事情 这都是杭头会里 那些叔叔伯伯们起的头 文宇哥哥指望我做什么 杭头会 那是二叔牵的头 二叔也是为了整个京城的仇不伤住下 总不能因为方氏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宝 言为秀你给我听清楚 京城的事 苏家的事都与你无关 因为你和霓裳有过解便公报私仇 这就小人之举 王爷 想说什么就说 你这是干什么 王爷 这事吧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吞吞吐吐 可不是你的性子 但说无妨 王爷 那方氏出事了 听说有人举报方氏仿制 不比什么的 全被官府给没收了 王爷 那方氏出事了 王爷 您一会儿还要进宫 您这离去方氏 怕是要为了天洁的召见 是啊 王爷 大事为重 苏少爷怎么来了 这木头 方氏之一不一贯老老实实 在京城颇有声誉 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行个方便 苏少爷 别的事都好说 可这件事 是府台大人 卖了你苏家的面子 除非是你二叔 亲自前来消案 否则兄弟 不肯一定会 我二叔与方氏 有些误会 请您高抬跪手 把东西先留下来 王爷 这事兄弟真的为难 时候也不早了 兄弟还得回衙门交差 走 官差大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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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府台大人开恩 只是没收你们的不笔 下次再烦 当心封你们铺子 回府 不 官差大人开恩 夫人 夫人 好 不敢来的我都不 大人 大人 你们等一下 大人 夫人 原来 是你们苏家干的好事 不 你们误会了 怪不得这段时间 老来我们这儿溜达 感情是给官家引路的是吧 整日没皮没脸的骚扰霓 霓裳 我早就看你不须眼了 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 你这个美君子 我 整天 整天 你别冲动 我怎么冷静 咱们都是被他害的 货都没了 你们冷静一点 你相信我 这是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颜文秀昨日来找茬 今日我们的货 就被没收了 还说与你无关 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东西 帮你们要回来的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霓裳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巴不得你事事顺利 天天开心 我又怎么会害你呢 苏公子还请谨言慎行 此事确实我们有错在先 但苏家实在不必赶尽杀绝 此事与你无关 还请苏公子离开吧 霓裳 你还敢碰霓裳 我今儿 混蛋 找你害我们 找你害我们 混蛋 放开我 彪哥 彪哥 你没事吧 光天花日竟敢打人 简直欺人太甚 无法无天 程天 你再挥拳头试试看 我不打女人 赶紧带着你表哥滚出去 一群乌合之众 我表哥什么身份 轮得到你们在这儿 大呼小叫 动手动脚 你们这些市井小民 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吗 闻兄 你住口 我偏要说 这个霓裳 不懂的 大阶 有股目鲁 一国的霓裳 一国的霓裳 有 这一国的霓裳 有什么霓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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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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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人 好消息啊 今儿上朝 天家说南洋大旱 要派人去赈灾 听说这欧阳子虞 以前常去那边游历 于是便有人想到了落网 向天家举荐 天家一口应允 这温神啊 终于是要被送走了 如此一来 这碍眼的人走了 我们这日子 可以消停消停了 大人说得极是 最好那温神哪 一辈子不回来 才好呢 是啊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舅舅 舅舅你 你什么你啊 你懂什么呀 这心病还需心药医 咱们家这个事是因为苏家而起的 你倒不如去让苏公子跟霓裳说个明白 要不然霓裳什么时候转过这个弯来 吃饭 那承天不是说霓裳姑娘去附近采花吗 人哪 王爷 那不是霓裳姑娘吗 即日不见 你瞧错了许多 明日是王爷外六十大寿的寿宴 各路达官显贵都会潜去诸寿 我想趁此机会带着你的成衣图样拿给他们选 这些人非富即贵 应当会成为你将来的主顾 这也是重振方氏制衣铺的最佳机会 我会尽我所能来挽回你们的损失 因为我知道 这个制衣铺对你来说很重要 放手 你听我说我会帮你相信我 我说放手 算了 咱们走吧 王爷 霓裳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 就理应由我来解决 你接受尾巴不接受尾巴 我管定了 我若是不愿 你又能如何 那我就让方氏夫妇 在京城无法容身 你 既然你们说我动用权势 查查了方氏 那我可以再次动用权势 将他们赶回老家 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所以 你竟如此卑鄙 那也是被你逼的 宁儿 你为何总是将我拒之千里之外 就算是我替苏家还债吧 就算是我替苏家还债吧 当年苏家舞变 始终签卸价一次 如今我帮你一次 也算是公平了 去把方氏最华丽的 成余图样找出来 相信我就把图样给我 我等你 去吧 命里有时啊 终须有 命里无时啊 莫强求 舅妈 快去吃饭吧 身体要紧 我也想吃呀 可这店都开不了了 哪有胃口吃啊 来人了 来人了 公子 来来来来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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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了 来人了 官船又来了 不是 客人 好多达官显患 都来找霓裳 做衣裳来了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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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找个画啊 夫人小姐们 不要招呼 我们招呼 我们招呼 都招呼 我们招呼 我们衣裳 可以吗 谁招呼 我看着你 你招呼 霓裳姑娘你终于来了 快给我量十寸吧霓裳姑娘 好 大家来这边 大家这边请 霓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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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明日来我再量十寸的 可是我实在等不及了 赶紧跑了过来 今日无论如何 你都得给我量 霓裳姑娘 霓裳姑娘 明明是我先找的霓裳姑娘 给我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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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急 我们的布匹都被关家收走了 要做衣裳的话得重新采裹布匹 所以吧 你们先付一点地银给我们 等衣裳做完之后 再付余下的银子如何 不用 好 今日我全付了 先给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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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付了 先给我做 来来来来 等一下 这样这样 在这边排队啊 这边有尾巴 我地方甩啊 我们这边甩排队啊 来 我一个一个凉啊 好嘞 那边是下单 我们下单 好嘞好嘞 好嘞好嘞好嘞 来 来 他们店里 但凡新品成衣 不管男女老少 统统给我卖回来 诺 等等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 你是苏氏的伙计 那个害人请记住 到时候反告咱们就不好了 小管家 大少爷 去吧去 大少爷 您来了 您这是 刚从方氏制衣铺回来 您怎么知道 这段日子 您不是一直往那儿跑吗 大伙都说呀 这方氏能名动京城 全是大少爷的功劳呀 这话可不能乱说 是是 方氏制衣铺能重新翻身 那是人家的本事 是 关本少爷合适 关你合适 这些日子 您为了方氏跑前跑后 又是出点子 又是带着霓裳 挨家拜访民门大户 拉客员 甚至还将苏氏的供货商 介绍给他们 让方氏享受苏氏同等的优家 文宇哥哥 方氏能翻身 您功不可默 实在不必谦虚 无凭无据 这其中内情 你并不知晓 不要乱说 难道我说错了吗 这些日子 你为霓裳安牵马后 我可全看在眼里 霓裳是我挚友 她陷入困境 我怎能视而不见 我帮一点小忙 又能怎么样 文宇哥哥 作为苏氏少东家 却帮着 自己的对头 二叔会怎么想 上上下下仰仗着 苏氏吃饭的伙计们 又会怎么想 你尽管据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在背后失败 这是小人之举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这么一天 你看看 这疯了 这疯了 像什么样子了啊 这牌照 还有同一的衣裳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你掐一下 看疼不疼不就知道了 疼疼疼疼 他掐救你 我又没做梦 你瞧 我又没做梦 你掐 舅舅舅妈有这么一天 真是多亏了你 自打你来了方氏以后 这又是帮我们招量生意 还帮我们拓宽了店面 舅妈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霓裳 平日舅妈性子急 有时候说话不好听 你别往心里去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您跟舅舅当初 要是没有收留我们 我们至今都不知流落何处呢 您跟舅舅就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怎么报答都不为过 如今呀我们店铺重新开张了 以后所有活就包给我们三个 您二位只管着享福就好了 对啊 这妈一切有我们呢 霓裳 以后您只管画图 什么剪裁啊缝制啊 还有熨烫的活都交给我 都交给你 那你怕是不吃不睡也做不完 我想过了 以后呀咱们还是把其他活 分给别人来做 比如江洗 晾晒 印染 包给作坊 缝制盒片 包给信得过的商铺 这样大家长期合作都有钱赚 那我就负责做照 还有后院这些杂活我全包了 那洗衣服做饭打扫院子 我包了 你们都包了我做什么 那那我是非人不成 舅妈 你可是我们的大管家呀 你只管坐镇监管就行 谁要敢偷懒啊 轻则罚凤 重则轰出方向 轰出方向 好 谁要是不想被罚凤 现在跟我去挂 我们的新牌匾 走 我快 匯匯匾乱了 去吧 程天 去方便吗 好 各位当心啦 点炮啦 小心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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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大伙都来看看啊 你看啊 各位街坊 各位邻居 我们到方氏之衣铺 今日重新开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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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啊 我们三天之内方氏所有的商品 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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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文宇跟文秀 年纪渐长 与其空耗岁月 不如早日给孩子们完婚 也算是对你我兄弟 有个交代 大哥 这颜家如今也是看准了 咱们苏家日渐强盛 这文语也是听话孝顺 早就迫不及待 要将自己的女儿 嫁进咱们苏家了 大哥 您意下如何 此事不能强求 还要问问文语的意思 大哥 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其中能让自己的孩子做主 依我看 文秀也算上乘人选 再说现在 这颜家的势力和名望 在淮州一带也是日渐强盛 若是两家能够结为亲家 强强联手 前盘地垄断这南北的织造力 也是指日可待呀 公明 不要什么事情 要想着好处啊 这是文语的回事 要问他才可以 大哥 大哥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若是一直文语的意思 那不把天都得翻过来 现在他的意思不打紧 现在打紧的是咱们苏家的营商 那才是文语的前程 再说吧 如果文语是不喜欢文秀 等成了亲 按他自己的意思 那跟妾就完了 现在要紧的是安抚燕家 可是 这事就这么定了 大哥你身体不好 还是安心养病吧 文语的婚事 就由兄弟来操办 公民够退了 霓裳 你别忙了 来吃点牛肉休息一下吧 你又偷偷跑出去 买牛肉吃了 不是我偷偷跑出去买的 是苏公子买给你的 这个苏公子啊 隔三场我就送吃的 就是便宜了咱们 来 来 尝尝 你呀 害得那个苏公子 一会儿洗一会儿脑袋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你别瞎说 我是真心为你着想啊 那个苏公子 要药梦有药梦 要家事有家事 要人品有人品 人家那么喜欢你 你就真不考虑考虑 肯定真不浪 对 是 你呢 行吗 你呢 我脑袋 剩下了 我脑袋 是 虽然不喜欢我 但我看他为你那样煎熬 我也是心疼啊 倘若 倘若你的心里有所说 让他早日断了念想 会不会对他更好一些 不是比你做决定的意思 我就随口一说 你就当每天见到的 袁湘 你干什么啊 谢谢你 你谢我干什么呀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一直那么相信我 你跟程天都是我最亲的人 我知道他的心思 他对你其实早就心动了 只是你没有察觉罢了 他才没有 他每次都故意惹你生气 然后就来哄你 下次又故意惹你生气 他若是没有对你动心 干吗这么捉弄你呢 记得你上次生病吗 最着急的人就是他了 大半夜的还跑出去给你买药 你呀 也别老是说他不识好歹了 他只是 他只是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意罢了 你的意思是 他心 耐心一点 还有 你的脾气也该改改 温柔一点吗 我还不温柔 你老是 程天 程天 这样的 能温柔吗 那我 改 对 对 那我就改一下了 来 二老爷 表小姐来了 文秀 二叔 来 坐 文秀啊 二叔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 在二叔的心里呀 你早就是苏家儿媳的不二人选 今日收到你父亲的信 你父亲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 他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嫁进苏家 苏家也缺一个女主人 你可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 相夫教子 恪守礼教 帮助文宇将苏氏的织造 发扬光大 多谢二叔 文秀的终身大事 是权柄爹娘 大伯二叔做主 二叔说什么文秀照做便是 只是文宇哥哥 怕是一点都不喜欢我 这成亲就是成亲 跟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 文秀啊 你的事情 二叔会替你做主 可是 怕表哥终究不会答应的 他对我也是忽冷忽热 毫无情意 那 依你的意思 文秀自小学习织绣 也是想着为了将来帮衬家里 之前为了苏氏画了几张图样 凡响也都很不错 不如二叔试着让文秀 管理苏家的店铺 一来可以帮助文宇哥哥 分担一些杂事 二来也是为了让他知道 文秀并不是一无是处 也是可以帮助苏家 出一份力的 这个想法甚好 郑乔出新的时日到了 不如由你来准备这一季的压史 以示身手如何 多谢二叔 文秀叮当全力以赴 早就听说这颜小姐才气过人 果然这衣裳是又漂亮又新颖 是啊是啊 不愧是淮州织造世家出身的大小姐 眼光就是不一样 就是就是啊 听说颜小姐独创的衣服样式 好多达官贵人都争相购买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还有假 我们表小姐出身织造世家 又追随名师学艺多年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呀 文秀小姐 文秀小姐 我先来的 我女儿下个月就要出嫁了 先接我的伙吧 请夫人放心 我会竭尽全力 一定让您的千金 风风光光地出嫁 太好了 这个呀 是我在方氏制衣铺看中的样式 也定了一套 到时候我女儿喜欢哪一套 就要穿哪一套出嫁 如在夫人心里 苏氏并非唯一选择 那就请夫人考虑清楚再来吧 这怎么这么大脾气呀 人家方氏的衣装也不差 夫人久等了 我给您拿了几款衣装图药 您先挑点 倒难为他 生生将一匹死马已活了 颜色清新 适合日常穿搭之用 若是遇上生辰宴请 这衣装还可以拆分呢 外套可以做风衣斗篷外出之用 里面那套 可以在家 见内兵家眷的时候穿 这衣多穿 既高贵又好看 而且还实用 这衣多穿 霓裳姑娘可是在说笑 这位夫人 一看就是家境幽渥 养尊处佑的贵妇人 一套衣服反复穿 岂不上人笑话 夫人见谅啊 霓裳姑娘出身贫寒 自然不知道 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 是如何过日子的 让您见笑了 我在这里 替她给您赔个不是 正好 我们苏氏绸布庄 也有两套图药 夫人看您是否喜欢 您是苏氏绸布庄的 正是 夫人请看啊 我的这两套衣裳 一套是出门见客之用 一套是居家长服 这两套衣裳 皆采用的是上等绸缎 加金弓刺绣 华丽又舒适 正好与夫人 您尊贵的身份相匹配 夫人请看啊 这个裙摆 加这个流苏 他们得慎起 严大小姐 你莫不是记错了 这里是方氏织衣谱 不是你苏氏绸布庄 你既开门迎客 别人来得 我自然也来得 怎么 你心虚了 怕争不够我 你我同城多年 在我记忆中 我还未曾输给过你 那也是以前罢了 师父偏心而已 现在可就不同了 不如我们请这位夫人定夺 看她想选谁的土药 这二位姑娘的土药呢 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这选了这个呢 有点放不下那个 选了那个 又有点舍不得这个 不如 我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李夫人 李夫人 你我本可两不相干 互不侵犯 何苦要这样 让彼此都难堪 两不相干 你都快骑到我的头上了 还敢说互不侵犯 那你究竟想要如何 非要证明你比我强 我们方氏虽比不上你苏氏 可是在百姓心中 也是有口皆碑的 那也只不过是 没有见识的下等人儿你 有什么了不起 我不想跟你吵架 不过 你若非跟我比个高下的话 我倒有个法子 不如咱俩来比试比试 是好是坏 让众人来评判 我和你呢 对 怎么 不敢了 不是不敢 而是不屑 我们苏氏上百年老自豪 且是添加钦点的贡商 岂能沦落到 与你们这种街边小店一起耍好 白白让你们抬了身价 你若高兴就自己玩吧 看有几个人碰上 他又来干什么呀 管他干什么呢 元香 我们可得抓紧准备了 准备什么呀 服饰展会啊 就像过年过节的庙会一样 咱们把所有好看的衣裳 全都展示出来 名字我都想好了 叫做方氏制衣月赏会 天 我不同意 这哪有正经人办什么展会的 要如何展示 难道你们俩亲自上针 试穿衣服给那些大老爷们看啊 这姑娘家家的成何体统 怎么就不体统啊 咱们是做买卖 没什么不体统的 这现如今咱们店铺 在十里八乡也算是有些名气了 这为什么要搞这些幺蛾子 让人笑话 这哪是惹人笑话 我觉得没钱才让人笑话呢 闭嘴 舅妈您就答应你一场吧 你也可闭嘴 舅妈来来来 您先坐 这好酒也怕巷子伸 其实今日颜文秀 就算不来教证 我也想好了 要把咱们方氏的名号打响 这月赏会 无疑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舅妈知道能有眼色 可这做生意也怕树大招风啊 咱们从小店变大店 从门口罗雀变顾客营门 已经招了不少同行的肚子了 舅妈做买卖不如你 可舅妈也比你多吃了几年盐 多吃了几年饭 这人情事故上 总比你多一些经验 这只要能把生意做大 人肚子也没什么到啊 而且咱们现在 好不容易有了生育 客源还没稳定呢 这打铁得趁热 不然可就错失良机了 可是 霓裳说得对 舅妈 您就别担心了 让我们坐吧 对啊 舅妈 您就让我们坐吧 那这展会的台子 你们打算摆哪儿 这在店门口也摆不开啊 这个我来想办法 那你告诉我 这如何展示衣裳 要让别人看到衣裳 穿在我们身上 是自在舒服的状态 转身 好快走 好 到时候啊 我们和霓裳 会给大家画一个美美的妆 然后大好配饰 剩下的 就全大家多多帮忙了 元香 我做了牛肉饼和红薯干 来帮忙啊 好 给大伙儿端出去 我们休息一下吧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来了 这么多客人 这是走什么的呀 还挺好看的 姑娘们 等会儿让成天 跟你们一块儿走 好不好呀 笑 笑什么呀 怎么谁说女子才能好看 本人我 不也是 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了 到时候就 让成天也换上 跟你们一块儿上台 你怕吗 笑话 我成天字眼里边 就没有害怕这个词 想当年咱们在淮州 也算是一绝吧 对不对 好好好 那您也走一个 我看看姿势 您瞧好啊 哎呀 哎呀 步子大了 哎